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这是 在哪儿 姑娘 你好 面具 抱歉 蒙面见仙 真面具 请问姑娘能否 您 能不能转过脸去 是在下唐突了 姑娘现在的样子的确 我不美吗 狐妖小红娘 竹叶片 第二集 毒蜘蛛劫难 东方秦岚怒火涌上心头 静止走到赤霍面前伸出左手 他左手的掌心里 煞时冒出了一阵熊熊燃起的火光 这火焰的纯正与热度 让赤霍石塘和西门吹杀三人 心中大为震惊 东方 难道是 东方灵族 神火世家 灭妖神火唇质养 是 姑娘 东方秦岚左手掌心不断冒出熊熊烈火 火焰越烧越棒 她的右手悠闲地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了一串冰糖葫芦 含在嘴里 不错 我们来比一下 比输落的人 自己去外面大喊三声我是火折的 来啊 敢不敢与我比一比 真的是纯只扬言 从那火焰品节上来说 我就不可能赢的 但对方只是个小丫头 说不定 我可以靠功力硬压过她 不 不能按常理判断东方家的人 她表现得如此轻松 一定是有吃无口 但要是不握 不就百名丢我们赤家的脸吗 怎么办 要不要拼一下 好了小妹 不要再闹了 东方怀竹突然一把捏住了东方秦岚的小手 秦岚手里的火焰瞬间便熄灭了 可是姐姐 我妹妹年幼无知 还望各位不要见怪 哪里的话 原来是二位东方姑娘 失敬失敬 令妹活泼开朗 真是招人喜爱啊 请问 可否给我们两行客房 有有有 来人 快给两位姑娘安排上房 夜色渐身 东方怀竹和东方秦岚 无意虚与威仪的同楼下三人假惺惺的客套 两人便上楼歇歇了 姐姐 你干嘛阻止我 明明说他们先看不起我们的 好了好了 你已经错足他们的锐气了 外人不知道我们东方家的事 你还不清楚吗 女子才是东方家族传承的基石啊 更何况 玉面风君西门吹沙 小火神吃货 韩玉见食堂 每一个都是道门世家里 年轻一代有名的高手 要真动起手来 你可占不了便宜 我才不怕呢 反正有姐姐在呢 我也不一定能胜他们呀 而且这几人来此时为了除妖 总算是侠盗众人 何必与他们为难 请进 一个老人家捧着饭食走了进来 东方秦岚看着那丰盛的饭食便马上坐在桌旁开始大快朵仪 这一路他显然是饿坏了 几位大爷 吩咐我给二位姑娘准备饭食 请二位慢用 太好了 有半吃 好吃好吃 两位姑娘 请慢慢吃 我先退下了 慢着老人家 姑娘 请问还有吩咐 老人家 这一带妖怪猖獗 我看您身上全无法力 为何不和镇上的人一起离开呢 誓 实不相瞒 老汉本就不是这个镇上的人 是楼下的道爷们抓来 不 请来给他们打理生活起居的 他们是不是放了自家的仆人在安全地带 然后抓了与他们毫无关系的您来 姑娘您您是怎么知道的 就是怕自家仆人死在这里 显得他们无能 老人家您走吧 他们那边我来交代 不用了 多谢姑娘好意 这几位道爷 虽然法力高深 却没有一点自理能力 要是我跑了 他们可能每天 连顿饱饭都吃不上啊 还真有可能 只要他们能真的除掉妖怪 老汉见命一条 死了也不打紧 更何况 就我的恩公跟我说过 我被妖怪劫走的老婆与女儿 可能没有死 我 我只有跟着这些道爷 才有机会打探到他们的下落 他们救过你啊 不不 不是的 恩公和这帮顽固子弟 大不相同 恩公 是一位戴着面具的剑仙 老汉 还不下来 快来给我们添饭 哎 来了 来了 道爷 姐姐 老大爷说的戴面具的剑仙 会不会是 听说近年来江湖上有一帮戴面具的人 法力高强 行侠仗义 想不到竟是真的 啊 面具眼真面 行侠不留名 这种才是真的侠盗中人 哼 和下面那几个仙二代完全不同 先不说这些 小妹你先别吃了 有脏东西 靠近了 此时在客栈对面的屋顶上 有一只比两人高的巨大血色蜘蛛 瞪着一排金色大如灯笼的眼睛 正准备跳向客栈突袭 可还未等蜘蛛有下一步动作 一道金色的剑光骤然从客栈的木门中射出 向蜘蛛狠狠批剧 来的好 就让你来尝尝我剑的厉害 想暗算你道爷 做梦 血色蜘蛛瞬间被石塘的金色剑光一剑披成两半 可不料那已变成两半的蜘蛛尸体内 竟然释放出一大片紫色的毒物 毒气在溢出的瞬间向四周弥漫 铺天盖地地向客栈涌过来 这家伙体内有毒 糟糕 这妖怪体内有毒 不能斩杀他们 看我呢 小火神赤霍右手紧紧一握拳 高高举过头顶施展出了浴火神弓 既然蜘蛛不能靠剑斩杀 那不如用火弓烧个一干二净 杀时间一颗巨大火球 自赤霍的右掌凝聚而成冲天而上 轰然顶破客栈屋顶 视如破竹一般直插云霄 赤霍秉吸宁神细细感受着周遭的妖气变化 不止这一只 这周围一共有三十只蜘蛛 赤霍欲火的右手再度握成拳 操控着半空中的火球 那早已冲向天空的大火球在瞬间炸开 如流星花火一般垂落射下三十股均匀金黄璀璀的火柱 目标精准地攻向了攀爬在周遭各处防顶地面的三十只毒蜘蛛 三十只毒蜘蛛被烈火包裹焚烧直到全身都被烧得焦黑 可是它们并未在小火神的浴火神弓中变为击反 那毒蜘蛛的外壳被烧得破碎绽开 又释放出了更多更密集的浓浓紫色毒烟来 一时间方圆几十里都被毒烟包围了 啊 这门烧过火的烟雾和刚才一样 应该也是有毒的 这下我们被毒烟包围了 那个在下可以解释的 方才情况紧急 而姑娘那时离在下最近 我 什么 难道也不想负责任 不是 我 对不起 在下也不是不想负责任 够了 略过这个话题 不不不 我想负责 不是不是不是 在下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这是在哪儿 好 姑娘 好 姑娘 你好 面具 抱歉 我 蒙面 我 蒙面 见仙 我 蒙面 见仙 不夭小红眼 竹夜篇 竹夜篇 第三集 面具 见仙 一只不鲜 一只不鱼的西门吹沙忽然眉头一皱 右手一甩 删出了手中的法宝 雪雾欲风扇 风起 一股强劲的龙卷风自扇尾卷起 裹挟着屋内的桌椅器具 将木枝的客栈刮得支离破碎 最后干脆冲破屋顶的桎骨将一切都搅碎开来 西门吹沙 石堂和赤货三人则是乘风而起 稳稳悬停于半空中的风眼之内 众所周知 风眼才是最安全的 这股强劲的龙卷风将毒蜘蛛浓郁的紫色毒气 严严实实挡在外面 丝毫蔓延不进风眼之内 西门兄果然高明 这样毒烟也奈何不了我们 难道你们就没考虑过普通人吗 不远处 东方怀竹右手抓着被吓得浑身贪软的那位送饭老人 左手牵着东方秦岚 而秦岚手里则拽着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被救上来的仆人小鹿 可怜小鹿被东方秦岚低溜着一条腿 头朝下倒吊着就被拽了上 一行四人就这样缓缓地飞入了风眼泪 多谢小姐 东方小姐这可是战场 有所牺牲是很正常的 你明明可以只用风吹开一条道 撤出包围圈 撤退 那不就是向妖怪示弱 我预免风军绝不向妖怪低头 你 东方怀竹秀眉微皱 看向西门吹沙的眼里满是怒气 可他还没有来得及做下一步动作 一节被狂风搅断的柱子 就突然被龙卷风裹挟着甩来 从东方怀竹的侧脸显显擦过 好在东方怀竹反应急时 立刻侧身避开了柱子 转眼瞥见的断裂的柱子内部 藏着一只正在吐着紫色毒气的毒蜘蛛 不好 这屋子房柱内藏有毒蜘蛛 大家赶紧运功抵抗妖毒 可恶 为了不被妖毒侵蚀 西门吹沙赤货十堂三人立刻用功 用法术将自己重重包裹起来 抵抗来势强劲的蜘蛛妖毒 来了 好强的妖气 透过凛冽肆虐的狂风和漆黑一片的夜色 一个身影从远处屋顶缓缓向众人走来 那人气场强大 随着距离的拉近 渐渐看清那是一个披着一头地中海长发 身穿红色长袍的男人 男人猛然抬头露出森然诡异的笑容 脸上竟然长着四对紧密排列在一起的眼睛 此人便是独夫子了 独夫子忽然抬起双手 一左一右一把扯开身上的红色长袍 落露出布满大块肌肉的上半身 可怕的是 他的胸前及腋下竟然密密麻麻 长满了几十只金色眼睛 而长袍被扯掉的瞬间 这些金色眼睛同时散发出了刺眼夺目的金光 这刺眼的金光一照 众人根本来不及躲闪 双眼均被这强烈耀眼的金光照的刺痛 东方怀珠下意识用手捂住眼睛 身体却因此失去了重心 在封眼中摇摆不定 根本无暇顾及东方秦岚 秦岚 秦岚 照顾好自己 我的眼睛 妖孽休想得逞 大风起 混乱中 双目紧闭的西门吹沙只能凭着感觉再次挥动 雪雾预风晒 扇出更强的龙卷风 可这大风一刮 直接把闭着眼睛失去方向感的众人卷得七零八落 早就重心不稳的东方怀珠 顿时感觉到天旋地转 只觉得迎面一股暴风袭来 身旁无所附着 挣扎了几下就被扫出了风眼 天神 你在哪里 天天 天天 秦岚 秦岚 戴着满身疲倦 东方怀珠缓缓睁开双眼 竟发现自己正趴在一片柔软青绿的草地上 入木都是透过浓密的大树树叶照在他脸上的阳光 东方怀珠撑着身体缓缓坐起来 环顾四周 绿草如荫青山连绵 是与之前 是与之前惨烈的战场全然不同的静谜山野 我这是在哪儿 姑娘 你好 东方怀珠扭头寻声望去 只见一位白衣飘飘 怀抱常见的翩翩公子正背对着他 站在一棵参天大树的粗壮树枝上 从那位公子稍稍露出的侧脸望去 他的脸上还戴着一张面具 面具 抱歉 难道他就是那位传说中的蒙面见仙 传闻中的蒙面见仙实在太有影响力 东方怀珠脑海里几乎是瞬间就浮现了一个棱角分明 儒雅冷峻的英俊面具见仙形象 既然姑娘醒了 在下有事想求 面具见仙说着从树上一跃而下 朝着东方怀珠的方向走来 背光中 东方怀珠看不清他的脸 可他走近了东方怀珠才发现 他的脸上居然戴着一个跟其气质非常不符 跟自己所思所想的蒙面见仙完全不一致的搞笑面具 那面具上有一双笑眯眯的弯弯眼 上扬极其明显的樱桃小嘴 脸颊处还画了两坨可爱的椭圆形红蕴 额头正中央还画着一滴蓝色的泪 请问姑娘能否 能不能转过脸去 啊 对不起 是在下唐突了 姑娘现在的样子的确 东方怀珠低下头 猛然发现自己居然衣衫不整 他的头发早已经散开 狐绿色的外衣早已滑落至腰间露出鹅黄色的贴身衫裙 傲人的曲线毕露无遗 惊慌之下东方怀珠赶紧站起来整理一群 这么想想 这种情况下对姑娘提出这种要求 怪不好意思的 嗯 你想干什么 嗯 那个在下可以解释的 方才情况紧急 而姑娘那时 立在下最近 我 不是 我 对不起 在下也不是不想负责任 嗯 不不不不 我想负责 不是不是不是 在下并不是这个意思 嗯 那个 在下可以解释的 方才情况紧急 而姑娘那时立在下最近 我 什么 难道 你不想负责任 不是 对不起 在下也不是不想负责任 够了 略过这个话题 不不不 我想负责 嗯 不是不是不是 在下并不是这个意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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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 在哪儿 姑娘 你好 啊 面具 抱歉 我 我 蒙面 界线 嗯 嗯 嗯 面具 请问姑娘能否 您 能不能转过脸去 是在下唐突了 姑娘现在的样子的确 嗯 我不美吗 狐妖小红娘 竹叶篇第四集 约法三章 果然 好难开口啊 不如 面具剑仙未说完 突然拔出他怀中抱着的长剑 挥向东方怀竹 只见泛着白光的金色剑影 在东方怀竹眼前一闪而过 电光石火之间 他的一缕青丝被斩落 东方怀竹一脸惊叉 面具剑仙已接住他断落的青丝 欲见飞行离去 在下急用 斩姑娘一发 日后定会补偿 蓝天白云晴空万里之中 意气风发的面具剑仙欲见飞行 远远离去 东方怀竹来不及多想 立马取下腰间的竹笛 竹笛瞬间变得有一米长 东方怀竹脚尖一点 踏着竹笛欲风而行奋起直追 察觉到东方怀竹追来 面具剑仙突然加快速度 嗖的一声 远远飞出东方怀竹的视线范围 只留下一道白金色的光影 东方怀竹不服气 再次发力飞速前进 宛如一道碧绿弧线直直冲向那道白金色光影 当东方怀竹再次追到面具剑仙后 面具剑仙终于停在了半空中 转身面对着他 姑娘法力不俗 可我此去凶险 还是一定要跟去吗 你是去找那个妖怪吧 我妹妹和仆人可能被他抓走了 我一定要找他们回来 好吧 不过我们要约法三章 一 你不准出手 二 你要拿着我的剑鞘 绝不能松开 三 不得离开我十步之内 一言为定 说话间 面具剑仙横卧剑鞘 递给了东方怀竹 两人一同踏上了寻找东方秦兰和仆人小路的旅途 此时 在南国的边境 八眼蜘蛛精独夫子为了给新上人独娘子重建望星楼 不仅奴役了很多普通南国老百姓 还抓了一些会法术的人 几只戴翅膀的黄鼠狼精正在看着一群老百姓进行施工 动作快点 听到没有 这座望星楼必须要在大王的好日子前往宫 要是惹怒了大王 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麻利点 是 你干了什么勾当 怎么让人给烤了 还不是昨晚大王抓回来的那个小祖子 说清楚点 是谁 就 那个最小的 头上有两根呆毛的那个小祖宗 满嘴图火 我们这些开手的想要烧的半死 我这浑身都被烧的 闭嘴吧 我同你一起去看看 乖慢 未成年美少女了 小祖宗 没法进入我们有前辈小萝莉了 小祖宗 别再来 未成年美少女了 立马去未成年美少萝莉了 原来 昨天东方秦兰和东方怀竹在风炎走散后 就意外落到了独夫子望星楼附近 正好被这群黄鼠狼精抓来充当苦力 苦力没当成 东方秦兰守着大牢的栏杆 在这里整整叫了一夜 他每说一句话 口中就会吐出一股东方神火 将周围守卫的黄鼠狼精烧得满身焦黑 看守秦兰的黄鼠狼精们都不堪其扰 为了保住小命 一个个光速后退到了山洞外不远处 不是叫你用催眠毒气吗 早用了 毒气毒烟毒物全用了 其他人被毒得连爹妈都不认识了 可唯独这个小祖族一喷火 好像什么妖族都不管用了 知道姑奶奶我的厉害了吗 还不敢放我 还想变口吹腰吗 黄鼠狼精们被东方前蓝逼得没办法 可又不敢自作主张放了他 一个个在表示投降的小白旗上写字 挂在大牢门口想让东方前蓝看到 文柔甜美的女侠饶命 我们只是打工的 放了您是不可能的了 不过您有什么别的要求 只管提 哦 这样 要求吗 先上一桌好酒好肉 很快 黄鼠狼精给东方秦兰带来了丰盛的美食 比如烧鸡羊肉串等等 哇 好好吃的样子啊 你们不会在食物里下毒了吧 怎么敢呢 他怎么会吃的 你们以为会难倒本姑娘 东方秦兰虽然是个吃货 但却并不急着吃 每一样食物进嘴前 都会经历一次东方神火精准且全面的 杀毒除菌以及解毒 大概东方神火自己也想不到 自己有一天竟然还能有这样的用途 女傻好伸手 彻底没车 女傻您慢用 我们初选为您守着 这大王也真是 为什么要抓这些人来啊 没办法啊 望星楼有几个关键部分 学会法术的人才能建造 所以大王才逮着这几个人来 这可苦了我们了 这时面具剑客和东方怀竹一路寻找 终于飞到了望星楼的上空 看着下方来回挑抬的人影 面具剑客知道他们已经到了目的地 这里就是建造望星楼的地方 牢房应该就在下面了 等会儿开打 不要离开我事不知外 跟得上吗 只要你不转过脸来 没问题 不过 这下面已经被下了毒杖尽致 你怎么下去 在下 自有在下之法 面具剑仙将脚下的剑微微向上倾斜 接着脚尖青彩剑身后端更深一跃 力剑因为这一踩的惯性高高弹起 重新落回到面具剑仙的右手中 扶在半空的面具剑仙 左手双指并拢 迅速掐绝施法 破开毒杖 有人破开了大王的赌杖尽致 这剑法如此厉害 他到底是什么人 那个在下可以解释的 方才情况紧急 而姑娘内实力在下最近 我 什么 难道你不想负责任 不 不是 我 对不起 在下也不是不想负责任 够了 略过这个话题 不不不 我想负责 不是不是不是 在下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这是在哪儿 姑娘 你好 面具 包剑 蒙面 剑仙 这面具 请问姑娘能否 您 能不能转过脸去 是在下唐突了 姑娘现在的样子的确 我不美吗 狐妖小红娘 竹叶片 第五集 签 签手 面具剑可一剑破开毒杖劲之后 在飞速下落中从天而降 灰剑斩杀了地面上守卫的小妖们 东方怀主紧随其后 身手不错呀 我只是遵守 不动手 不离开十步之外的约定 是东方高手 快有妖毒阵 妖怪们聚在一起 各自施展起妖毒 向面具剑客和东方怀主 发起攻击 顿时 一大团妖毒迎面袭来 面具剑客一把握住 东方怀主的手腕 将他带离了妖毒之中 护在了自己身后 面具剑客一剑横扫 剑光如芒 不但将妖怪们斩杀得支离破碎 那些聚集的妖毒 也在这一剑下 瞬间消失殆尽 他带着东方怀主 立刻赶往牢房的方向 而此刻 关押东方秦兰的牢房内 两个浑身焦黑的黄鼠狼精 正卑躬屈膝地 给东方秦兰烤着各类美食 女侠 这里还有 这里还有 女侠 你满意了吗 我厚欠了点 外面最好再涂点蜂蜜 你扇被劈开了 看来确实都关在这里 秦兰 好 姐姐 你来了 这两个人 东方秦兰看着面具剑客 握着东方怀主的手腕 表情变得八卦起来 面具剑客松开了手 东方怀主 立刻向东方秦兰跑了过来 秦兰 姐姐 姐 你终于来了 没事了 姐姐带你出去 怀主和秦兰这对姐妹俩紧紧相拥 面具剑客慢慢地走到了洞口 她正打算会一会独夫子 我 刚才看来 姑娘法力确实不俗 这里关押的人 就麻烦姑娘带出去了 你 要去占那妖王 可要小心 她腋下的眼睛非常厉害 放心 有姑娘刚刚的断发相助 我有信心赢她 那 你的剑翘 剑翘 让姑娘见笑了 她虽能避毒 可又怎急得上 东方邻族的灭妖神火呢 姐姐 她是谁啊 她的面具好丑 是啊 不过 人还可以 不多时 面具剑客独自来到望星楼附近 将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独夫子一箭斩伤 封印在了独娘子的发关内 之后才离开 东方怀族遵照约定 将被关押的人们都放了出来 人们纷纷感谢东方怀族和东方秦兰 目送着两人到了村口 多谢女侠救命之恩 不用这么客气 你们快逃吧 以后我再来的话 要准备好吃的哟 一定 再见 东方秦兰转过身 看了看树下那三个 刚被东方神火消毒杀军的 仙二怠慢 那日风眼一战后 石堂赤货和西门吹沙 因为法力高强 也被抓来了独夫子的大牢中 此刻他们刚刚被解救出来 满面通红 正狼狈地坐在地上 调息养身 喂 你们几个 现在感觉如何 多谢东方小姐 被你的神火通体烧过之后 妖毒果然解了 可恶 被妖怪给暗算了 我们再休息一下 应该就能恢复法力了 话说令姐这是在等人 宋佐被抓的人们后 东方槐竹便手持剑鞘 玉笛停留在半空中 望着远方仿佛在等着谁 东方秦兰撑着小花伞飞到了东方槐竹身边 好 姐姐 这些人都会抓出去的姐姐 就是泼出去的水 见了英俊的汉子后 就连可爱的妹妹都要嘲讽了 你再胡说八道 以后就别想买冰糖葫芦了 姐姐 你看 是她来了 面具剑仙欲见而来 稳稳地停在了云海之上 东方槐竹面前 与君初相识 由似故人归 两人面对面站着都注视着彼此 仿佛已经认识了好多年 解决了 解决了 姑娘 是在等在下吗 你的剑鞘要还你 另一方面 除恶无忌 东方槐竹话音被握 突然一甩飞锈双指并龙 朝草地上射出了一道蜿蜒宛若火龙的神火 那看似清幽翠绿的草地 此刻却在熊熊燃烧的火焰中冒出大片紫色的妖毒之际 是怎么回事 毒烟 草从里有毒 似乎是用草的根须作为传毒媒体 很隐蔽呢 姑娘 果然厉害 之前我就发现 有人偷偷靠近此处 借草预毒 此人虽然功力有所不及 但技巧上 却感觉比那多慕妖王更高 你才功力不及呢 草地上忽然出现了一个头戴五毒帽 身穿粉色裙子的红头发小女孩 小女孩面带怒气 运气施法 一阵紫色的妖毒之气 静直向半空中的东方槐竹三人袭来 起来躲开 几乎是同一时刻 那妖毒之气袭来时 面具剑仙果断地挥出震天旱地的一剑 东方槐竹也双指并龙 再度甩出了一道东方神火 一左一右两道攻击 一道剑气侵袭一道神火缭绕 红发小女孩进退尾骨躲闪不及 被那道剑气和神火同时狠狠击中 打飞了出去 那个在下可以解释的 方才情况紧急 而姑娘那时离在下最近 我 什么 难道你不想负责任 不是 对不起 在下也不是不想负责任 够了 略过这个话题 不不不 我想负责 不是不是不是 在下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这是 我这是 在哪儿 姑娘 您好 面具 包剑 蒙面 见仙 这面具 请问姑娘能否 您能不能转过脸去 是在下唐突了 姑娘现在的样子的确 我不美吗 狐妖小红娘 竹叶篇第六集 南垂妖王 眼看那红发小女孩就要跌落在地粉身碎骨 一只黑乎乎的胖爪子忽然一把接住了她 将她护在怀里 带离了神火燃烧的范围 来人身材肥胖 一颗熊猫头上调染着两柳红色斜刘海 手指一根细长挂了红绳的竹竿 此人便是南国熊猫老臣 人称葛太君的老黑白了 公主 这几个人不好对付 可别冲动了 原来这红发女孩正是年幼时的南国公主欢都洛兰 因独夫子望兴楼一事 她见着东方怀珠一行人在南国杀了不少妖怪 心中不愤便想出头争口气 却没想到自己的妖毒弓被东方怀珠和面具剑客轻易的破掉了 可恶 他们居然跑到我们南国的地盘 进入我们南国人 我要好好教训他们 欢度洛兰的话被撑着伞飞在空中的东方秦兰听见 以东方秦兰的性子哪能由着对方发狠话 秦兰顿时接上话头挑衅起来 叫个屁啊 有种伤了打呀 小屁行 你说什么 你才是小屁孩 我要杀了你 公主 别冲动 来啊 有本事 不要冲动啊 小屁孩 除言不信 不知所谓 嗯 一位穿戴华丽的老者迈着矫健的步子走来 听着东方秦兰和欢都洛兰的吵架 他阴沉着脸 老者身材矮小 但浑身上下却被强大的气场包围着 只见他重重的一跺脚 顿时周围聚集起浓烈的毒气朝着东方秦兰的方向涌来 不好 大家快飞上来 躲开毒烟 如此妖毒 只有一人可为 南垂妖王 欢都晴天 原来这位一言不合就欲读习人的老者 正是南国皇上欢都晴天 因寻着女儿欢都洛兰而来 见着女儿在法力上被东方槐珠一行人压制着 还被东方秦兰挑衅欺负 护女心切的欢都晴天便出面准备教训东方槐珠一行人 好一群嚣张的小辈 替我南国无人 南垂妖王欢都晴天霸气登场 落脚间浓紫色的毒物如鲜花绽放 紧贴着地面轰然展开 并以每秒百里的速度迅速向四周蔓延 毒物所到之处草木净枯生灵不存 众人见识不对迅速离地升空 可惜西门吹沙还是慢了那么一点 紧落后几步的西门吹沙迅速离地 只可惜双腿已被毒物所捕获 紫色毒物攀上西门吹沙的双腿 沿着小腿肚子将其黑色长靴腐蚀殆尽 渗入皮肤 不出几秒 他的双腿膝盖往下 已被腰毒浸染成了浓紫色 可毒物并未停止 依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向其大腿蔓延 不好 必须立即用火去毒 忍着点 东方怀竹并拢食指和中指 只见顿时燃出熊熊燃烧的东方神火 从西门吹沙的双脚往上 机遇将他的双腿内腰毒全部燃烧殆尽 西门吹沙腿上的毒 虽被东方神火纯质扬炎烧了个干净 但因伤势过重 加上神火也绝非常人所能承受 经历过剧痛的西门吹沙 晕了过去 赤货和食堂赶紧一锁移又搀扶住了他 只是刚刚稍微粘掉一点 这腿的经脉恐怕 好狠的妖毒 喂 臭老头 明明是你们妖怪先拢劫我们人类的 现在又来欺负我们 讲不下道理啊 哼 没想到 东方秦兰的话 招来了欢都晴天更加强烈的反击 只见欢都晴天手掌掌心朝向地面微微转动 他周围逐渐凝聚出浓紫色的妖物 片刻间 那股强势的妖力骤然爆发 像龙卷风般狂卷起周围的一切 直冲天空而去 随着半空中的妖物越来越多 那毒物竟然凝结成一只遮天蔽日的紫色巨手 朝着东方怀竹他们气势汹汹的拍来 不好 你们快后退 千万别沾上毒物 面对巨大的紫色毒掌 东方怀竹立刻咬过食指 借助东方加血液的力量燃起汹汹火焰 纯质扬言 并将之化为一把和紫色毒掌一般巨大的火箭 毫不犹豫的刺向那紫色毒掌 顶不住了 东方怀竹的火箭即将溃败在欢都晴天的巨大毒掌之下 千军一发之际 一把长剑忽然刺进了东方怀竹所掌控的火焰 卧剑的人便是那位面具剑仙 他身姿卓绝轻盈一跃悬浮于半空 轻挑剑间悠然转身画出一道圆形剑气 那烈焰竟然跟随剑身而去凝聚成一团火球 将面具剑仙护在其中 斩 东方怀竹既惊讶他的到来 也惊讶他掌控东方神火的惊人能力 面具剑仙一箭麾下 神火狠狠披向紫色巨大毒掌 暴风骤雨般的力量轰然炸开 遮天蔽日的紫色妖毒瞬间被震碎 渐渐消散 露出轻飘白云的湛蓝天空 居然劈开了父皇万毒肢体的一击 怕了吧 还不快逃 你说什么 那边的老东西也是 再不让路 当心我们砍了 东方秦岚霸气十足的话音才落 面具剑仙手中那把刚劈开毒物的仙剑 居然瞬间断成了大小不一的碎屑 止于极短的一节剑柄 欢独晴天忽然再度发功 这回的声势更甚至前 毒物如紫云盖顶又从四面八方涌来 把整个天空遮盖得严严实实 彻底把东方怀驻一群人包围了起来 不好 这下我们逃不出去了 副手之间 天地变色 这老妖怪的妖力到底强到了什么地步 所以我讨厌阴天 正在众人一筹莫展时 面具剑仙却随手扔掉了残存的剑柄 抬不出来 想玩死我呀 众人都没注意到 正一左一右拖着西门吹沙的赤货和食堂后腰上 都被贴上了一张金色符露 此刻正发出闪闪金光 嘿嘿嘿 不是啦老大 我只是还有点小激动 符露上忽然传出了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 与此同时 欢都晴天故技重施 两手交错运动 再次凝聚出一只占据了半个天空的巨型毒掌 气势磅礴 朝面具剑仙头顶压去 如同要拍死一只苍蝇 一瞬间 一朵蘑菇云爆开 面具剑仙的身影 完全被淹没了 怕了吧 那个 在下可以解释的 方才情况紧急 而姑娘内实力在下最近 我 什么 难道 你不想负责任 不是 我 对不起 在下也不是不想负责任 够了 略过这个话题 不不不 我想负责 不是不是不是 在下并不是这个意思 在下 我这是 在哪儿 在哪儿 姑娘 你好 面具 包剑 蒙面 剑仙 这 面具 请问姑娘能否 您 能不能 转过脸去 是在下唐突了 姑娘现在的样子 的确 我不美吗 狐妖小红娘 竹页篇 第七集 面具 侠士团 乌天盖地的紫色毒雾 瞬间充斥了天空和地面的每一个角落 似乎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 可是 三个隐隐绰绰的男子身形 却逐渐从毒物中显露出来 站在绝对C位的 赫然是刚才被巨型毒掌拍没了的 面具剑仙 面具剑仙左手边 是一位身穿红色静装 背负狭长剑侠 赤脚踩风火轮的灰色短发男子 右手边 是一席仙气飘飘的白衣 甩个酒葫芦的银色长卷发男子 气质轻了 两个人的脸上都戴着风格截然不同的面具 他们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面具侠士团了 面具剑仙手中多了一把长剑 只不过因为刚才抵抗毒物 片刻后长剑再次被腐蚀了个干净 四弟 你练的剑还是不行啊 老大 讲道理嘛 我能做出你那把剑的一次性防品 已经堪称前无古人了好吧 可这周围的灵气感应已经完全被隔绝了 我们现在传不出去 那就杀出一条路来 抱歉啊 情况紧急 在二位的背上画了我四弟发明的千里追尾符 召唤他二位前来 没 没关系 就在几人闲谈时 欢毒晴天第四次出手 这一回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自出现了一只紫色毒爪 逐渐向着被围困在中间地带的众人推进 仿佛要毒死这几人的所有生路 将他们撵成肉银 哇 万毒吃体 要不要坏多晴天 我终于见到活的了 好强的妖力 真想抓他回去研究研究 少啰嗦 助我定位 我们杀出去 来了 红衣短发男子双指清除眉心 双眼骤然放射出夺目的金光 那两道金光笔直照射出去 直直穿透了紫物 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 眼前的景象一览无语 转起来 无限延长的金光逐一照射穿透四只紫色毒爪 速度越来越快 将毒爪外的景象传回到面具团这里 如何 找到了吗 收到 白衣长卷发男子忽然打开九葫芦 强烈的金光从中射出 带出了一把剑 这把剑瞬间一分为二 二分为四 四分为八 付出片刻便分裂出成百上千只利剑 这些剑绘成了一个剑阵 剑阵也一分为四 以极快的行进速度 各自迎着东西南北四只巨型毒掌飞去 这些小剑的走位 似乎是按照妖气的流动方位 定 本来持续往中间挤压的四只紫色巨型毒掌 在剑阵的作用下居然停滞不前了 果然 即使是万毒之体 也是以妖力运行为基础 只要锁住气脉就能够暂时前置 剑阵 继续 你哥撑不了太巧 快 上剑 是 红衣短发男子甩下背后的剑侠 捏碎一张符纸的同时 无数把剑裹挟着金光从剑侠中飞出 老大 接剑 这把号当主剑 再来一壶酒 来了 接着 红衣短发男子甩出一壶酒 面具剑仙稳稳接下 微微揭开面具一角露出嘴来 一仰头就把酒灌入口中 喝完酒 面具剑仙一甩酒壶 重又把面具拉下 不知道能不能行 总之 容我大概一场吧 慢慢独物遮天蔽日 那位面具剑仙悬浮于半空之中 风吹秀柏长发飘舞 他一手直剑一手捏绝 剑身渐渐透出金色的光芒 万中之一的剑 在他手中变为万中无一的主剑 随着面具剑仙的一声爆喝 剑气骤增 长剑发出争鸣 分散在空中的万千条长剑 从四面八方飞向面具剑仙手中的那把主剑 飞速汇聚形成了一条条金色的红流 无数柄长剑好像都有自己既定的位置和使命 聚在一起 剑气汇成一柄百丈有余的巨型金色长剑 这正是万剑归一 剑气大掌 一片金光煞石刺破浓密的毒物 面具剑仙敏锐地察觉到了毒气最为薄弱的地方 西北角的毒气似乎最弱 面具剑仙挥舞手中长剑 手腕一个翻转 剑身已入虚影 剑气犹如一柄金色的长鞭 从身后划着圆弧就劈了出去 巨型的剑光轰然撞向毒物镇的西北角 毒杖被剑光击中剧烈地翻滚起来 面具剑仙微微低头朝东方怀竹的方向 看了一眼 那个在下可以解释的 方才情况紧急 而姑娘那时离在下最近 我 什么 难道你不想负责任 不 不是 我 对不起 在下也不是不想负责任 够了 略过这个话题 不不不 我想负责 不是不是不是 在下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这是在哪儿 姑娘 你好 面具 包剑 蒙面 剑仙 这面具 请问姑娘能否 您 能不能转过脸去 是在下唐突了 姑娘现在的样子的确 我不美吗 狐妖小红娘 竹叶片第八集 大干一场 三弟 注意了 一有机会 就带他们出去 是 面具剑仙手中 长剑在空中画出一个巨大的金色光环 长剑自上而下再次划过 道道金光冲破毒涨 重重叠叠的紫色独障 竟被巨型常见的金光撕开了一道裂缝 耀眼的阳光透过缝隙照射进来 撒在面具剑仙身上 让所有人都看到了雾散云开的希望 看到天光了 大家不要动 我来施法 银色卷发男子捏起手印 低头默念口诀 金光自他的手中出现越变越大 一个足以容纳上百人的圆形金光照扩散开来 将东方怀主几人笼罩其中 紧接着银色卷发男子手指猛然指向天空 以极快的速度拉着金光照 朝着那道撕开的裂缝一飞冲天 只留下面具剑仙和那个红衣短发男子 金光照护送着众人穿越缝隙 最终停在了阳光之下 太好了 我们出来了 出来了 是啊 跑过一劫 一片庆幸之声中 东方怀主却皱眉回望 那刚刚被撕开一道缝隙的毒物阵 此刻已渐渐合拢 再也看不到毒阵内的情形 东方怀主看了眼下方的毒杖 又看向银色长卷发男子 心中的交集全都写在了脸上 东口关闭了 他怎么办 慢慢毒物中 面具剑仙手持巨型长剑和红衣短发男子 正好整以侠地浮在半空 不管四周有多大的毒物在翻滚 两人都丝毫不受影响 老大 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 踩地之灵气 面具剑仙挥动手中的巨型长剑 剑光流星赶月般射向地面 可正严守下方的欢都晴天 怎么可能让他得到第一支灵气 欢都晴天猛然翻掌向上猛推 又一股新的毒杖击射而出 毒气形成的巨大手掌 在半空中就将剑光拦个正着 这是毒掌与剑光的正面交锋 猛烈的撞击之下 剑气和毒掌双双制衡抵消 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紧接着 一片新的毒气 又重新覆盖了面具剑仙身下的地面 哇 好厉害啊 竟然完全挡住了 老大 那只有天之气 你那招怕是使不出来吧 四弟 地气不足 摇气是不是可以凑合一用啊 诶 可以一试 他话音被落 身边的面具剑仙身姿飘渺 裹挟着清风 以化作一道流光 带着冲天的剑意 一头扎入了下方 浓浓的毒物之中 独物之中 面具剑仙不断挥舞长剑 用接连不断的剑光为自己开路 闪亮的长剑在暗紫色的浓重瘴气中 滑出道道金光 这是想要采取独物中的妖气 然而独黄之毒 哪里是平常仙剑可以抵挡 随着面具剑仙的挥剑下落 那只仙剑先是剑尖变得乌黑湿色 接着剑尖上那些灰败之色如同火雾 慢慢爬上了长剑的剑身 直到剑柄 而面具剑仙的身影 也渐渐被毒物包裹 淹没在了沉沉毒杖之中 就是这小子 杀了毒夫子吧 是的 父皇 他们太可恶了 这样毒死 太便宜他了 然而此刻 漫天厚重的毒杖中 突然闪出一道金光 紧接着是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 巨大的剑光如同开天辟地般 从毒杖中突围而出 向着地面直射下来 公主 快闭上眼睛 小心被剑气所伤 好疼 好疼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看不见了 欢独晴天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他一生纵横难过还从未尝过败迹 没想到 今日一个岌岌无名的面具剑仙 居然能从他的毒阵中逃脱生还 着实让人刮目相看 毒阵之上 一道金光突破毒物 急速飞上天空 东方怀竹一直在半空中盯着毒阵 看到这忽然冒出的一点剑光 心中突然狂跳起来 未等他做出任何反应 毒阵上方突然爆出一声惊天巨响 万千剑光轰然炸裂 将毒阵硬生生地炸出一个大洞 两道模糊的身影从毒阵中飞了出来 而一直等在上方的东方怀竹 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那是什么 以剑为引 风云自开 巨大的金色剑气之后 面具剑仙一身白衣如雪 长发飘飘欲风而来 万千毒杖被他们踩在脚下 成为此刻绚烂的背景 东方怀竹看着那个御风而来的剑仙男子 他早已将剑光收起 此刻正向自己伸出一只手 东方怀竹面色微红 却毫不犹豫地伸出了自己的手 半空中两只手终于靠近 紧紧握在了一起 不过此刻 面具剑仙的脚腕上可还挂着一个人呢 红衣短发男子一手握着面具剑仙的脚踝 另一只手则从怀中掏出了一张自制的黄符来 四弟 通路已经展开 看你的了 了解 看我的 千里追魏夫 朗朗乾坤之下 一行人猛然消失 而此刻的地面上 欢独晴天紧皱着霉 轻轻挥舞了一下手掌 漫天毒阵很快消失无踪 露出上方晴朗的天空 我的眼睛好疼啊 好了 洛兰 别哭了 父皇很快就治好你了 欢独晴天走进小欢独洛兰 手指放在她眉心慢慢释放妖力 过了一会儿 小欢独洛兰终于睁开了眼睛 父皇 这些年的人类确实不可小视 皇上不必过切 论妖力您高出他们十万八千里 而且您刚才也只是随手比划了几下 这些小辈手中的法宝 确实有些奇异才让他们侥幸逃脱的 那个小姑娘的火可破妖毒 就是所谓的纯智扬言吧 而最后那把剑 确实有点意思 欢独晴天看向天空 似乎还在回味刚才的战斗 屠山说要做的那个什么妖萌 你去了解一下吧 回来向我说一说 是 皇上 那个 在下可以解释的 方才情况紧急 而姑娘那时离在下最近 我 什么 难道你不想负责任 不 不是 对不起 在下也不是不想负责任 够了 略过这个话题 不不不 我想负责 不是不是不是 在下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这是 在哪儿 姑娘 你好 我 这面具 抱歉 蒙面 界限 这面具 请问姑娘能否 您能不能转过脸去 是在下唐突了 姑娘现在的样子的确 我不美吗 狐妖小红娘 卓妖片第九集 再见 面具大侠 晴天之下 远山之中 突然起了一阵骚动 田间劳作的农人 挑着担子的小贩 还有路旁玩耍的小狗 都呆呆地看着那群 从天而降的人 这群人有男有女 有大有小 从天上掉下来之后 便四仰八叉地 躺在了草地上 若说有什么相似 便只有他们脸上 劫后余生的表情 老大 我们这算是 从最老的妖王手中 全身而退了 是吗 是啊 东方怀竹也躺在草地上 他微微侧过头 看向自己身边 躺倒的面具见仙 面具虽然蒙住了他的脸 但此刻的心情 也应该和自己一样吧 因为两人的手 自握住的那一刻起 就再也没有分开过 东方怀竹仰面躺着 手指轻颤间 感觉到一股陌生触感 他下意识转过头去 这才发现自己的手 仍被面具见仙握在手中 感觉到他的动作 面具见仙也转过头来 刹那间 两人视线相对 瞬间 气氛变得尴尬又暧昧 两人立刻双双扭过头去 谁也不看谁 但谁也没主动 松开紧握在一起的手 空气逐渐升温 就要鼓起粉红色的 小泡泡的时候 头顶的天空 突然冒出来几个电灯泡 打破了暧昧的氛围 被抓包的一瞬间 东方怀竹和面具 见仙迅速松开了手 背对背坐起身 假装无事发生 这种掩耳盗铃的举动 让围观群众纷纷恍然大悟 电灯泡门必须要赶紧闪 一瞬间 围观群众纷纷跑路 只剩下面具见仙 和东方怀竹二人面面相去 那个 在下可以解释的 方才情况紧急 而姑娘内实力在下最近 什么 难道你不想负责任 谁在说话 不不不 故意说得好 男女受受不期 既然手都牵了 很多事情就说不清楚了 所以呢 你就必须照顾我一辈子 绿帆就是这么规定的 人小鬼大的东方琴兰 不知何时叼着桂花糕 又溜了回来 躲在东方怀竹身后 学着姐姐的声音 嚷嚷着要面具见仙 对姐姐负责 尴尬又气恼的东方怀竹 直接一记重拳 打断妹妹的话 将她拎到一边 人家明明在帮你 没了东方琴兰在旁捣乱 场面重归沉默 可方才东方琴兰的那句 男女受受不侵 仍然萦绕耳畔 让沉默中戴上了一丝 尴尬和暧昧的气息 一时间 面具见仙和东方怀竹二人 都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 面具见仙忽然开口了 对不起 在下也不是不想负责任 够了 略过这个话题 不不 在下并不是这个意思 离我师妹远点 突然 一个身影裹挟着熊熊烈火 从天而降 宛若一个火人 静止扑向面具见仙 冲天烈焰从头顶席卷而下 却被面具见仙 一个闪避轻巧躲开 见一招落空 那火人愈发愤怒了起来 落地之后双手撑地 道立中双腿如鞭 立刻一个蝎子摆尾横扫了过去 招式如雨点般猛烈袭来 却都被面具见仙一一闪过 好小子 剑翘 千冲一发之际 东方怀竹将剑翘扔给了面具见仙 在此之前 两手空空的面具见仙 一直都没有出招 只是一味闪避着火人的攻击 让对方愈发嚣张狂躁 此刻剑翘入手 面具见仙以翘为剑 抬手一记横斩 一招便将那暴露的火人逼退 灭妖神火 阁下想必就是 东方家首席弟子金人凤吧 没错 就是你爷爷 小子 让爷爷好好教训教训你 金人凤正要继续给这个骚扰 他师妹的家伙一点颜色看看 突然感觉自己的后脑勺 被暗器袭击了 他捂着脑袋转护一看 那所谓的暗器 竟然是一颗糖葫芦 再抬眼一瞧 东方秦岚此刻正气鼓鼓地瞪着自己 表情不善 小师妹 金师兄住手 是这位侠士救了我 金人凤听了东方怀竹的话 立刻收了满身神火 露出一头红发 身着金袍 他面容瘦削 眉眼间隐约显出几分阴狠之色 不过片刻就化为了一副善人模样 这样啊 我看他戴着面具遮遮掩掩的 还以为是什么藏头热尾的鼠背呢 师妹这个头啊 叫我师姐 人家一柄剑鞘就可以击退你 要真拿了剑你怎么打得过 所以就别浪费神火给我们家丢人了 到时候你神火用完了 我和姐姐可不会跟你骗哦 金大师弟 师妹 在外面就别乱叫称呼 我不管 反正我是我爹的女儿 你就是师弟 你误会了别人 还不给别人道歉 面对一生气就乍乍乎乎蹦起来 还不及自己肩膀高的小师妹 金人凤竟然表现得格外听话 嚣张狂躁的火人 立刻转变为三好大师兄 走到面具剑线跟前 双手抱拳 微微低手 陪礼道歉 抱歉 刚刚误会了 可紧接着 金人凤忽然又上前一路 方才友好良善的表情 仿佛瞬间摘取 只剩下了一张阴森的黑脸 离我师妹远一点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大师妹小师妹 自从接到你们发出的求救信号 师父他老人家快急疯了 还好我在这半路上遇到了你们 我们快回去吧 好让师父放心 金人凤说着 便欲见飞到半空 东方怀主演拿出一只竹笛 踩在其上 凌空而起 紧随在金人凤身后 他感觉到后方一道视线 始终追随着自己 但他始终没有回头去看 东方前蓝掏出了一柄 跟他身量差不多的紫色小花伞 伞面撑开后便自动 滴溜溜地旋转起来 带着他随风扶摇直上 末了 东方前蓝向目送着 他们的面具剑仙 挥手道别 再见了 面具大侠 那个在下可以解释的 方才情况紧急 而姑娘那时 立在下最近 我 什么 难道 你不想负责任 不是 对不起 在下也不是不想负责任 够了 略过这个话题 不不不 我想负责 不是不是不是 在下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这是在哪儿 姑娘 你好 面具 抱歉 蒙面 见仙 这面具 请问姑娘 请问姑娘能否 您 能不能转过脸去 是在下唐突了 姑娘现在的样子 的确 我不美吗 五妖小红娘竹叶篇 第十集 七月初七 怀水竹亭 面具见仙一言不发 只是久久凝望着他们离去的方向 直到三人的身影消失在天际 一张不变的笑脸面具挡住面孔 让人看不清他此刻的神色 这时脚踩着烽火轮的红衣男子 倒立悬空 突然出现在面具见仙跟前 老大 你不行呀 喜欢就去追吗 你不会是怕了那个东方家守徒吧 你 又偷听了 这东方守徒乃是外星 他的生活 怕是只是用召唤术召唤而来 虽然法力强劲 但控火的技巧 却不一定高得过那位东方姑娘 这么说 老大你只是 怂 话音刚落 白衣长卷发男子也突然现身 接过了话茬 对 兄弟吐槽最为致命 面具见仙文言 原本握着剑鞘的手 一把勒过二人的脖子 嬉笑打骂 活力十足 哪里还有刚才的成熟稳重 翩翩君子的魔力 刚才我被那次偷袭 你面不出来帮干嘛 你有美女帮助 还需要我们这些臭兄弟 干嘛呀 插科打混之间 面具见仙的视线 落在了自己的剑鞘上 突然顿住 这是 可怜老大从此 就只能抱着这柄 他拿过的剑鞘 在深夜孤独地流泪 剑鞘还是他的那柄剑鞘 只是上面不知何时留下了一行清秀的字迹 写着 七月初七 淮水竹亭 转眼便是七月初七 此时的淮水之上 只有一只小船 孤零零地行驶在江面 船头助力着一个女子 手持竹笛 青丝拂面 正是东方怀竹 当日与面具见仙临别之时 东方怀竹在他的剑鞘上 留下了一行字迹 要他来淮水竹亭相见 作为世家的女儿 东方怀竹与其他人一样 有着规格女子的端庄得体 但他却也有勇气 在遇见心动之人时 大胆表露自己的心意 如果今日面具见仙如约而来 那么想必他是对自己也有情的 东方怀竹正入神地想着 小船往前行驶 已然能远远望见竹亭 江上清风掠过 却见竹亭内空空荡荡 东方怀竹正正地望着亭子 没有看见那道身影 一时间神色难掩失落 小船向竹亭行驶得更见了 露出先前被岸边大树挡住的竹亭尖顶 东方怀竹紧握着手中的竹笛 忽然觉得心里一阵紧张 因为他看到 在竹亭尖顶上方 方才被树叶遮住视线的地方 露出了一双男子的长靴 直到亭顶上助力的身影 完完全全展现在他面前 那人仍然戴着熟悉的笑脸面具 临风毅丽 手里还握着那柄剑鞘 像是带着他赴约而来的信物 嗨 一片片白云在蔚蓝的天空中飘着 如同风帆在天海里飘荡 天空下的湖中 一夜偏周正随波逐流着 东方怀竹手持竹笛站在船头 面具剑仙突然从远处飞落到船棚顶上 蹲坐前 一进淮水浮岩山 碎影方回竹林间 此地真是个好去处啊 七月锦里送连衣 风度粉带香 此时也是个好时节 姑娘说得是 见姑娘竹笛威吾 再有此山此景 不知姑娘可否哑奏一群 其实我不会 我尝我此地 只因当初学法术之时 爹给的法宝里它比较好看 而且 我不会吟诗 不会唱歌 不会琴棋书画 也不会做饭烧菜 洗衣蝶背 比较擅长的只有打架斗法 怎么样 失望吗 古说红颜之美 以端庄为太 以鹦鹉为姿 以书画为品 来来来 既然人间用词语评价俗士百昧 那我们就不失粉带 自秀云剑 面具剑仙跳上船头 拉住东方怀珠的手 向天空中飞去 在那透明如纯密的阳光下 两人同时飞旋 宛若两只蝴蝶 东方怀珠完全沉浸在这浪漫的场景中 不由深情地向对方望去 但是对方的那个笑脸面具 实在让人出戏 东方怀珠自然有办法缓解尴尬 他和面具剑仙拉开一段距离 释放出纯质扬言 接着以神火为丝带 在空中翩翩起舞 如此独具特色的舞姿 看得面具剑仙不由心中大动 拿出酒壶痛饮起来 东方怀珠怎能让他看着喝酒 自己独舞 飞舞中将丝带化为火球 向面具剑仙抛射而去 面具剑仙拔剑出鞘 接住火球 来了一段剑舞 剑气长红 豪气甘云 俊男美女神火剑气 好似一对碧人 真是天作之合 唯一的美中不足 就是面具剑仙 那小丑般的笑脸面具 时不时地让东方怀珠感到尴尬 就这样 两人游玩了一天 夕阳也出现了 到了要分别的时候 我有件礼物要送你 应该不会违反你们的规矩吧 不会 不会 说好了送礼物 为什么打我脸啊 混蛋 东方怀珠和面具剑仙都没有发觉 他们在一起游玩 早就被尾随东方怀珠前来的金人凤 尽收眼底 金人凤作为东方家的大弟子 早就把东方怀珠看作了她的女人 如今看到这一幕 极度的火焰就要把她吞没了 她立即出拳 狠狠砸向身旁的墙壁 在偏僻的山路上 一个墨发高树戴着半边面具 身着鹅黄色净装 手持常见的少女 哼着歌来到了一座破道罐前 道罐的门扁斜挂着 上面写着破天罐三个字 道罐内的正前方 矗立着一座巨大的道士石像 这个石像竟然能开口说话 此处穷山恶水 想不到还有人不顾艰辛前来寄卖 少女啊 你想要什么 哼 我想要 玉宇楼的月华琥珀手炼 天桑格的玉霞霞仙衣50周年限量款 以及妖星斋出品的天香豆蔻糕糕 少女啊 你想要什么 怎么 一下子拿不出吗 还神像呢 那么 你想趁下个月打折的时候送我也可以 那个在下可以解释的 方才情况紧急 而姑娘那时离在下最近 我 什么 难道你不想负责任 不是 对不起 在下也不是不想负责任 够了 略过这个话题 不不不我想负责 不是不是不是 在下并不是这个意思 在下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这是在哪儿 姑娘 你好 面具 包剑 蒙面 剑仙 真 面具 请问姑娘能否 您 能不能转过脸去 是在下唐突了 姑娘现在的样子的确 我不美吗 狐妖小红娘 主眼片 别打了 东方银蓝 街道虽不长 也不宽 却也有十几户店家 这是边境小镇拥挤的窄街 店家卖的也是多与公敌御守有关的物事 世界上有无数条街同样的粗笔 拥有同样简陋的店家和廉价的货物的窄街 却很少有哪一条街会下如此滂沱的大雨 也没有哪一条街有这样的店家却也没有人 五百七十多年前的雨夜 一对姐妹带着仆人途经与南国接壤的边境小城 沿街到处散落着四零八岁的妖怪的尸体 姐姐和妹妹各撑一把伞 胡人小鹿伺候左右 小姐 这里到处都是妖怪尸体 好可怕呀 无妨 这些都是低阶的妖怪 不用害怕 有我在 可是 这附近应该没有人家了吧 我们今晚 姐姐 我看见远处有灯火 小鹿 你去前面的山上看看吧 好 那我先上前探探路 小心点 小鹿向着远处有灯火的地方走去 大概走出了几十米 果真看到了一家临南客栈 于是飞快地跑了过去 太好了 终于看见有人了 还以为这个镇上的人全都消失了呢 老板 请问有上忙吗 一柄长剑直指小鹿的咽喉 小鹿毕竟只是个仆人 一时间头脑发昏 扔了雨伞坐倒在地 如兔子受惊一般猛烈蹬腿 却分毫移动不得 他尚存一丝神志 逐渐记起老爷小姐常和仆人们说的 浴室要沉着冷静 小鹿瞪大了眼睛 勉强看清持剑之人 身着墨绿长袍 黑色无袖外挂 长发高竖在脑后 头顶带一顶极高的白色发官 脸颊两边留了两座锤条 面容细节 却是怎么也看不清了 既然知道此地了无人烟 你们来此地干什么 莫不是妖怪 不是啊 我们是人 那对姐妹也撑着伞来到了客栈的门口 在客栈门前灯火的映照下 姐姐手指一把黄色纸 油纸散 脸部轻移 她约摸十七八岁 末发如期 发际用一支简单的玉簪 竖在脑后 其余发丝自然地垂直两肩 眉眼似水 额间点着一小簇火焰状的鲜红花垫 一身胡绿色丝绸长外挂里 衬着鹅黄色长裙 腰间的银色腰巾上 坠着一串火焰状火红色的玉坠 还有一支翠绿的竹笛 妹妹约摸十二三岁 撑着一把紫色的小伞 娃娃脸 眼睛又大又亮 细眉斜斜入鬓 显出几分俏皮傲娇 头顶顶着两根呆毛 额前留着齐刘海 其余头发梳成双发飞仙剂 发尾扎着两条飘飞的蓝色丝带 一身紫色奇如裙 蓝色对筋丝至上衣 胸前也有一串火焰状火红色的玉坠 这位公子 我等三人是来此地采药的 并不是什么妖怪 采药 口说无凭 待我刺一件就知道了 小姐救命啊 姐姐还没来得及出手 客栈内就凭空刮起了一股龙卷风 烈烈飓风一过 就把石塘手上的剑给打飞了 静止定入并穿透了客栈的墙壁 龙卷风过后 客栈内桌前坐着一位身穿白沙薄衣 手指羽毛扇的英俊公子 此人正是绰号玉面风军的西门吹沙 你干什么 石塘 真是瞎了你的狗眼 这两位美丽的小姐全无妖气 怎么会是妖呢 快请两位小姐安心进来避雨吧 我们都是好人呢 西门吹沙 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 就在西门吹沙与石塘之间 战斗一触即发时 一个声音从天而降 止住了两人的争斗 雨中出现了一个黄发红袍的男子 他并未打伞 身上却没有湿 浑身冒着水蒸气 此人正是号称小火神的赤货 他正是利用自己火神的能力 将自己周身的雨水强行蒸发 雨水未落到身上便以化为了蒸气 这两位姑娘毫无妖力 确实是人类 就让他们进去避雨吧 雨落到她周围都蒸干了 好厉害的火力啊 火力 小妹 别惹事 这位公子 多谢了 众人进客栈之后 西门吹沙食堂和赤货坐在同一桌前闲聊 而这对姐妹则坐在另一张桌旁稍作休息 雨露不沾 赤兄的火箭真是不同凡响 小火神的称号当之无愧啊 那是当然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里 最强的就是小火神赤兄了 最强二字当不得 毕竟盗门最强的家族 只有 王权与东方 不过王权家这代少主并不经常露面 实力无人知晓 赤兄不必妄自菲薄 至于那东方家更不必说了 他家这一代只有女儿 女儿家的法力能高到哪去啊 西门吹沙那里知道 他口中那东方家的两位千金正是在一旁休息的这对姐妹 姐姐东方怀竹 妹妹东方秦兰 背地里说人坏话不可怕 可怕的是正好被正主听见 被迫听他们几个互相吹捧的东方怀竹 根本不想理会他们几人 只是皱了皱眉 东方怀竹能忍不代表东方秦兰能忍 毕竟出生牛犊不怕虎 而且这几人根本就不是虎 不过是一群自以为是的跳梁小丑罢了 这种断了种的家族不提也罢 听说最强的也就是个外来子弟而已 所以 你叫小火神是吧 我们比一比 看谁先烫伤谁 笨姑娘 叫做东方秦兰 嗯 那个 在下可以解释的 方才情况紧急 而姑娘那时离在下最近 我 什么 难道 你不想负责任 不是 对不起 在下也不是不想负责任 够了 略过这个话题 不不不我想负责 不是不是不是 在下并不是这个意思 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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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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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没讲